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量甲 量甲牌复方据为同点查计 灰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致 对 得早点致 灰指甲 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 找量甲 乐泰量甲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吐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对正 输筋建腰丸 望州白鱼山 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新闻脱口秀 尿意说天下 各位观众 这里是辽宁卫视 每天中午12点准时播出的 说明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一早走路上班 耳边是车水马龙熏霄 身边是来来往往行人 觉得这才是生活的一番 大家钟好 我是坚持每两天 做一次常态化的核酸检测 然后拿着48小时的核酸报告 来上班的过过 您是不是也一样 我跟你一样 对 其实重启之后 我们多多珍惜 我们努力保持的成果 让我们的城市 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 节目的一开始 还是先来关注 全国疫情的最新消息 4月20号的零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病例2830例 含50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6552例 其中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2634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15861例 新增本土死亡病例8例 平均年龄是77.5岁 最大年龄93岁 死亡的直接原因 均为基础疾病所致 是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我省的情况 4月20号0点到24点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 沈阳市报告2例 大连市报告3例 安山市报告1例 昨天沈阳市新增的2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都在隔离点和管控区内的 例行核酸检测发现的 今天上班而明显感觉 路上的车和人都在增多 出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是必不可少 对 提醒大家 昨天咱们沈阳发布了 关于沈阳市出行防御政策措施的通告 第53号 在沈阳出行 咱们进出各类的公共场所 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 都是需要凭48小时之内的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通告当中还明确了 来返沈阳的政策 按照来返沈阳的地区不同 隔离时间和要求也是有所不同 其中对上海市吉林省等 重点管控地区来返沈人员 实施其中隔离14天 所有域外来返沈人员 实行落地集检 前三天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间隔不少于24小时 前三天原则上是两点一线 不常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不聚集不聚餐 对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是低风险地区来返沈人员 是要至少提前24小时 我们要通过登陆 中国沈阳网站疫情防控装栏 查询一下公告 扫描来返沈人员 自主报备的二维码 线上向目的地社区村来进行报备 因为细化的情况比较多 我们挑重点来说几项 更多的据点内容 大家可以登陆北斗荣门APP来查询 那么再次提示大家 来返沈阳前一定要主动报备 凡重点关注重点管控地区 来返沈人员不主动报备 故意隐瞒行程 造成疫情传播风险的 将依法追究责任 是的 另外从昨天开始 货车私承人员和收发货单位 要严格落实 出入审的报备了 这个货运车辆入审之前24小时 货车的私承人员和收发货单位 应该分别通过盛世通APP 来报备这次运输车辆的 车牌号码 出发地 来反省时间 包括货主的信息 还有同行信息等等 平台将会自动来匹配 双方报备信息 主动报备 有序管理 防疫成果才能够巩固 咱们再来看看哈尔滨的情况 4月20号的临时至24时 黑龙江省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 确诊病例42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23例 均在哈尔滨市 昨天哈尔滨市发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第60号公告 昨天12点到4月25号的24点 哈尔滨到里到外南杠乡房 平房松北的6个主城区 将会实施社会静态化管理 主城区内的人员 非必要不出主城区 确需出主城区的 需要持48小时以内 两次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凭龙江健康码绿码通行 从昨天的零时至4月25号的24时 哈尔滨市到6个主城区 实施交通管控措施 暂停地铁运营 上路车辆的实行限制通行 是的 疫情防控进行时 总有人添乱 在长春就有一个送外卖的 这个骑手郭某 无视静态管理规定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了 还跨区配送了100多单 对于这样的行为 一定是严惩不怠 清查郭某是于2022年的3月20号 至4月16号期间多次采取钻栅栏的方式 脱离其居住小区来进行外卖配送服务 先后是在长春市朝阳 南关 宽城 二道等多个城区 配送物资100余单 造成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重大风险 通过调查郭某任职的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现这个公司的管理人员 戴某王某违反了长春市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配送服务企业以及员工的管理规定 对造成新冠肺炎严重传播风险负有直接责任 郭某 戴某 王某是以涉嫌防害传染病防治罪 被立案侦查了 目前的三个人已经被采取了 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间 咱们一定要主动履行防疫责任和义务 继续配合疫情的防控工作 齐心协力才能够战胜疫情 是的 说一下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居家 疫情之下可能很多人都开启了居家的生活 但是还有一些人居家倒是居家了 只不过他居的是别人未来的家 这个咱们好好说一说 这就是因为上海疫情被突然封控在小区里的那些装修工人 那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装修师傅吴明德讲述了他在上海给人装修房子 被封在毛皮房里二十天的难忘经历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干装修的人很多都是居无定所的嘛 他们属于就是活干到哪儿 这铺盖卷啊 电饭包啊 就会随身带到哪儿 就住到这个干活那个地方一直住到活干完 然后呢再搬去下一个要施工的房子里 一般大概也就是几天的事儿 可是呢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封控管理嘛 他和爱人呢一直就在这个干活的房子当中 已经快住一个月了 吴师傅说呢这个住的问题啊好解决 地上的铺一层被子身上呢 再盖一层打地铺睡习惯了 就是这个吃的问题呢会稍微麻烦一些 封控之前呢他提前准备了十几斤大米 十几个鸡蛋几桶泡面 因为没有冰箱啊你大家想在三十度天极下的上海 菜和肉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最大难题 啃了几天干饭啊两口子终于是有点受不了了 也是打这开始啊 他们就一路收获了好心人的帮助啊 看到穿蓝色防护服的小姑娘 他们本来是想问一问说 这个菜是在哪儿买的啊 没有想到那小姑娘看他们没有吃的 住的又是毛批房 连窗户的玻璃都没装就把家里买的两份蔬菜 云给了他们一份 而后来啊这吴师傅两口子才知道 原来那份蔬菜人家小姑娘才收了一半的钱 好心的支援者呢把吴师傅两口子呢 是拉到了小区的义主群里头 那菜有了锅又成了问题 因为呢只有一个电饭包啊能够蒸米饭 但是没办法把这个菜弄熟 没办法呢吴师傅就开始在群里求助 想买一个谁家不用的电磁炉 没想到呢很快就有人回复啊 不仅不要钱 除了电磁炉还有配套的小圆锅和一袋蔬菜 哎呀这热心的邻居是越来越多了 三天两头的给送东西 什么鸡蛋啊面条啊火腿肠啊纸巾 洗手液茶叶零食 吴师傅说本来吧不想打扰别人 没想到还给贴了这么多麻烦 前两天吴师傅主动跟据也会说 想当支援者来付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回报这么多好心人 还让女儿呢是带起了一段话发在邻居的群里 她说啊我是个普通工人 上海太大了我太小了 没想到的是呢 异形的阴霾遮不住人心的光芒 一些吃的用的在当下也是最珍贵的 你们慷慨的送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此地此时此刻一言千恩万谢 待情实再败再谢 同样被困客户家的还有林师傅 今年二月底的时候呢 做装修的林师傅呢 来到了上海敏航一个客户家里面去开始施工 没有想到装修到一半就因为疫情走不了了 林师傅说呢 她在被困十天左右的时候呢 本来有过一次离开的机会啊 当时呢小区曾短暂开放过两个小时 但当时呢她的核酸报告还没有拿到 经过一番的认真考虑之后 她决定留下 就这样这林师傅呢 在半毛皮的房子当中就安顿了下来 这期间呢当地街道也是发了一些菜 其余都是来自邻居的援助 封控期间 足不出户的邻居们 委托志愿者给林师傅送来了被子和入店 好让她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邻居们呢还隔三差五的委托志愿者 送来蔬菜肉蛋 虽然这个临时餐桌啊还比较简陋 但是呢有米有油 基本的调味料还有电饭包 电磁炉林师傅也都有了 每天最基本的吃饭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 为生活奋斗 为抗议付出 真的要感谢每一位热心的人 也祝福每一个心怀善意的人 上海加油 你们一定必胜 说得下我们将来来说一说旗开得胜 昨天晚间CBA联赛打响总决赛了 首先我得代表我自己喊一句 辽宁队必胜 我今天喊了吗 看看啊宣传片一看 我这个球迷又上头了 昨天比赛打的是酣畅淋漓 就说咱们辽兰小虎子 势如破竹到什么程度呢 距离比赛结束呢 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啊 这个篮筐都没受住咱这些力道 愣是来了一个现场维修 当然这个维修不白等啊 最终辽宁队呢 旗开得胜 以98比75 大胜浙江广沙队 在七战四胜的赛制当中 咱们1比0领先了 首阶比赛 辽宁24比22领先2分 但是双方人员上的轮转差距较大 辽宁完成了10人的轮转 而广煞的主力孙明辉 朱俊龙 奥卡弗 都是几乎打满首阶 半场结束 辽宁49比46领先3分 经过中场休息回来 第三节前两分多钟 两队都没能得分 此后辽宁防守强度升级 几乎是从中场就开始逼抢 造成广煞进攻犯规 随着辽宁队进攻速率的提高 和广煞主力体能的消耗 辽宁队打出了一波高潮 不止分差再不断地拉大 一度接近了20分 辽宁队还打出了花式的配合 主教练杨明在场边频频鼓掌 末节 广煞没有放弃 队员还在积极跑动赢得机会 但辽宁多人轮换的优势 越来越明显 郭艾伦拿到24分 CBA总得分超过8000分大关 排名CBA历史得分榜第12位 比赛还剩3分钟时 辽宁队的领先优势超过了25分 最终辽宁本纲以98比75 战胜了浙江广沙控股 取得总决赛首场胜利 辽宁南篮取得这一巅峰对决首回合的胜利 可以说距离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是更进一步 那么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晚上的19点35分开战 赛后的采访当中 主教练杨敏也是对于本场比赛 聊篮圈们的表现进行了冷静客观的点评 上半场不好 没有足够的重视 那么下半场大家把这个执行力 季游赛以来的这种执行力强度上了以后 这个尤其在防守方面 这个控制的比较好 其实还是那句话 这个打到现在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把握住这种阵容上的优势 成绩把接下来的比赛打好 认真打好 比赛打到哪儿 咱们辽宁南兰的最佳第六人 也就是球迷队伍就会如影随形地跟到哪儿 这不吗 就在昨天我们的记者乘坐火车刚一抵达南昌 就第一时间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 欢迎辽宁最美媒体天团 强势到南昌 感谢有你们 浏览必胜 这样的欢迎仪式配上拉风的小喇叭 可不是每个CBA球队记者都可以拥有的 虽然目前辽兰球迷还不能进入球场观赛 但是很多铁杆依然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南昌 在能够为球队加油的任何地方 呐喊助威 一二三四我爱辽兰 五六七八国冠回家 天辽地名 总共独行 永远支持辽宁队 我是从北京来的 虽然知道球迷可能不能入场 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逆行而来 我觉得让辽宁队在南昌也有一个家 家的氛围 勇勇猛猛地去打比赛 希望辽兰越打越好 这次一定要夺冠 夺冠回家 这场史上首次没有场内观众的CBA总决赛 并没有浇灭辽宁球迷的热情 飞机取消没有高铁 球迷们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南昌 他们喊着口号 聊着旗 只为心中所爱 我是十八号下午四点 从沈阳出发到南昌 做硬做 到了19小时吧 没买到卧库 说起来话也挺累 但是心情也特别高兴 为辽兰助委 十年了进入西北的总决赛了 我希望辽兰第二次夺夺西北总冠军 其实呢 充满对抗的篮球场的从来都不是独自美丽的舞台 在昨晚激烈的比赛当中呢 如果说如日中天的辽宁队是以拼搏进取令人沸腾 那连折大将的广煞队便是以绝不放弃的意志令人敬佩 确实 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 广煞队呢 因为自身队员伤病 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像星科 MVP 胡金秋和赵延浩 全部都是因伤无缘这次总决赛 这个也无疑让广煞的核心框架这三缺二 只剩下孙明辉一个人了 确实独目难知 赛前呢 杨明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啊 会重点照顾孙明辉 表示的某种程度来说 孙明辉的作用比两个外援还大 那说实话 这种绝不放弃的对手 确实更值得我们的尊敬 是的 那目前比赛还至少有三场 遭遇严重伤病影响的广煞队 是否还有创造奇迹的机会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不管怎么样 辽宁男兰肯定会全力以赴 因为他们的目光不仅仅是在眼下 还有未来 不管怎么样吧 为本赛季 为自己 为广大球迷竭尽全力奉上精彩 是所有辽兰人的期待 那真必须的 接下来咱们再一起来一句啊 一二三四 我爱辽兰 五六七八 夺冠回家 辽兰我们在家 等你凯旋 加油啊 稍等一下 我们就来说说大风哈 咱们各位沈阳的小伙伴 昨天的实际大风 是不是都感受到了呀 这风大到什么程度呢 别说各位弱不禁风啊 就连什么地铁的站牌啊 垃圾桶还有共享单车 都在大风的强力作用之下 直接躺平了 比如说呢 在地铁零溪站啊 躺平的地铁站牌是横在路中 另一头是一片被压住的共享单车 沈阳气象部门更是罕见的 连续发布了大风预警 那连续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个小时都没落下 大风是从7点吹到8点 8点吹到9点 9点吹到10点 就这么连续预警 到了晚上的23点 风呢是从早刮到晚 但是不得不说哈 这比大风更敬业的 必须是咱们的气象预报啊 这大风条啊 除了要躲避高空坠物 广告牌 还有垃圾桶等等的设施呢 还有一个安全问题 就必须要注意 这就是大火 没错 比如说昨天早上 8点多钟的时候 审核区北热闹路9号的一处 在建工地就着了火了 根据了解 这个是地下外墙的 一个保温材料起的火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 当时这个起火现场 浓烟滚滚 火势不小 沈阳市消防支队呢 接到报警之后 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火势呢很快得到控制啊 万幸的现场 并没有人员的伤亡 无独有偶 沈阳混蛋区 一个花卉大棚也起火了 好在消防及时复旧啊 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看得到花卉扶植一具了 大棚已经烧的纸 剩下了架子 而灭火之后 依然是鱼烟缭绕 有大风就容易 有大火啊 这绝不是偶然 就在前一天呢 南塔日杂也发生了火情 最近呢 咱们沈阳的大风天比较多 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心防火啊 是啊 今天大风还在继续啊 沈阳气象提醒大家 预计21号白天 阵风可以达到8到10几 并且可能会伴有浮沉 或者是阳沙 等到这个风呢稍微小一点时候 这雨就要来了 今天傍晚到夜间呢 沈阳将迎来一轮 伴有强对流天气的降雨 不仅是咱们沈阳 受到高空草的影响 预计呢 今天午后到夜间 辽宁省大部地区都会有小雨 局部伴有雷电 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而全省的陆地 以及各海区 最大顺势风力 可以达到8到10几 局部11几 中西部地区局部 会伴有阳沙或浮沉 所以说呢 大伙一定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 冰雹雹沙尘等天气 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专家表示啊 本次大风沙尘天气呢 呈现风力强劲 沙尘影响大的特点 是北方入春以来呢 最大范围的大风沙尘天气的过程 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 做好防范呢 比如说咱窗户关好了 就是尽量在家待着 少出门 少出门就好了啊 新闻大小评 爸妈我来评啊 都说呢 子女是父母的债 父母呢总是对子女 有着很高的希望 比如说呢在孩子小时候啊 父母期盼他们能够健康长大 孩子呢稍微大一些 家长呢希望他们能够成绩优异 考上好的大学 那么等到孩子毕业之后 家长呢又开始为他们的婚姻大事担忧了 最近呢在网上就有这样一对父母 他们用双语招儿媳 并显得列出豪华的彩礼清单 大家听仔细啊 这彩礼可不是房子和车子哦 未来的儿媳妇你好 以下是彩礼 以下是彩礼 我会给你一对衣服的铁盘碗 我不是 你还不心动吗 没有事 叔叔叔那一句啊 你还不心动吗 很多网友呢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 发自肺腑的表示 我可以我可以啊 彩礼什么的不重要 主要呢就是相中这未来的公婆了 评论区呢秒遍征婚现场 有女生甚至直接留位说道啊 公共婆婆好 我今年22岁 身高1米7 体重120斤 商务英语专业 已通过专四 目前呢正在准备专八考研和事业篇的考试 会做饭会家务 爱运动爱生活 作为儿媳妇 我将认真学习 努力考工 不负两位长辈的期待 当然呢 多数网友报名都是开一个玩笑啊 不过呢 咱也得替这儿子说一句公道话 人家也是个人才啊 海外留学归来 新闻学硕士学位 曾经呢是咱们同行 新闻主播双语处事人 非常非常的优秀啊 咱们再看这家人欢声笑的氛围啊 让我们羡慕 同样是为人父母 下面这个妈妈就有点让人操心了 今日呢在江苏淮安 一女子骑电动车看手机在挖前行 结果是一头撞上对面行驶的轿车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在这车呢是提前停住了 但是这画面还是看着都疼啊 生活再不易也不能跟安全抢到啊 要是呢孩子跟自己有点啥事儿 这啥信息能够拯救你呢 说近日在河南郑州 一名舞蹈老师隔着校门教学生跳舞 据当事人雍老师说 自己教授的是民间舞 有二十多名学生 学校因为疫情封闭管理 学生们在校上网课 但对舞蹈课来说 授课效果不太理想 于是自己就隔着校门为学生们授课 负责任的老师啊 希望露天课堂这道门可以早日打开 说近日浙江珠奇这位两岁多的小朋友火了 只见他穿着戏服 有模有样的跟着电视里的戏剧表演着 认真的样子太萌太可爱了吧 宝妈说了 孩子喜欢唱戏 没人教就跟着电视学 有的时候还会随着音乐自我发挥 宝妈说 如果孩子有天赋 有机会也会培养 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吧 老祖宗的东西有了传承人 文化的根脉不会断 说还是别人家的孩子 近日华中师大医护中熊佳瑞小组发现了一颗主弹小行星 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确认了 并被授予国际编号2021GB68 根据规定 熊佳瑞小组将拥有此小行星的命名权 据介绍 今年高三的熊佳瑞是该校学生科学院 天文与地球科学分院的一名成员 从小喜爱天文学 曾经两次入选天文奥赛国家集训队 这可是真正的追星一组 加油吧少年 说近日云南大学玫瑰园里的三十亩大马士革和滇红玫瑰花争相绽放 这些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不仅可以欣赏还可以食用 为此学校食堂推出玫瑰花宴 三十多道美食便宜又美味 什么玫瑰奶豆玫瑰山药玫瑰寿司 是不是听着就要流口水了 说近日北京古雕艺术家袁文斌晒出了一套龙生九子系列古雕作品 以网友惊呼是未来考古界的世纪难题 作品中的五爪金龙最为复杂 耗时八个月 作品长八点九九米 总共用了十三套羊蝎子 以及十多种其他动物的骨骼组成 实在是令人佩服 作品太惊艳了 变废为宝 换了小编 只会缩了羊蝎子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红额 请用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破 望州白云山成礼记 说得下我们继续 昨天中国民航局发布了 关于321东航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 初步报告的情况通报 经过调查 当班的飞行机组 客舱机组和维修放行人员的资质 符合要求 事故航空器试航证件有效 飞机最近一次A减 及最近一次C减 未超出维修方案规定的检查实现 当天航前和短停放行 无故障报告 无故障保留 机上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物 而这次飞行射击的航路沿途导航 和监视设施设备 没有见到异常 无危险天去报 在偏离了巡航高度之前 机组和空管部门的 无线电通信和管制指挥 未见异常 最后一次正常的 路空通话的时间 是为下午的14点16分 机上两部记录器 由于撞机严正受损 数据的修复 以及分析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后续技术调查组 将会依据相关程序 继续深入开展残骸识别 分类以及检查 飞行数据分析 必要的实验验证等调查工作 科学严谨查明事故原因 2022年的3月21号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波音737800型B1791号机 执行MU5735昆明至广州航班 在广州管制区域巡航时 自航路巡航高度8900米快速下降 最终坠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吴州市腾县浪南镇墨浪村附近 飞机撞地后解体 机上的123名旅客 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飞机在北京时间13点16分 从昆明长水机场 21号跑道起飞 13点27分上升到了巡航高度8900米 14点17分沿A599航路 进入到了广州管制区 14点20分在广州区域管制雷达出现了偏离指令高度告警 飞机脱离巡航高度 管制员随即呼叫机组 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14点21分点40秒 雷达最后一次记录的飞机信息 为标准积压高度3380米 地速是每小时1010千米 航向117度 随后雷达信号消失 事故现场可见面积约45平米 深2.7米的积水坑判定为主状积点 山林植被有过火痕迹 现场发现水平安定面 垂直尾翼 方向度 左右发动机 左右大翼 机身部件 起落架以及驾驶舱内等等的部件等主要残骸 所有残骸从现场搜寻收集之后 统一转运到专用仓库来进行清理识别 按照飞机的实际尺寸位置对应摆放 便于后续的检查分析 这次出炉的只是初步报告 只是排除了一些因素 但是飞机的具体事实原因还有待查明 我们也期待早日出来最终的调查结果 顺利下我们就来说一说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你发现没有 就是这个春天花一开 景正美 朋友圈里面真的是天天晒照片 可不是吗 春天到了 桃花开 梨花香 枝头春一闹 这美景大家肯定不能错过 当然都市当中呢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叔叔阿姨 随手记录生活都已经是常态了 可是在很多地方呢 拍照依然是很隆重的大事 那么尤其呢是在偏远的农村的老人 可能一年也照不上一张照片啊 陕西啊 有一个专门搞摄影的记者姑娘 特别有心 她就叫上了朋友们 跑到了农村 为两千多位山村老人免费拍照 这背后的故事感动了不少网友 杨欣呢是一个85后 四年前啊 疑似偶然的山村走访 他随手给一位老人拍了一张照片 老人看到之后呢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说等他故事了 放在家里头 给家人留个念想 这件事情深深的刺痛了杨欣的心 小人就发现了说 在陕西的一些偏远的山村啊 确实有很多老人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 而除了身份证的照片之外 几乎是没有拍过像样的照片 有的老人去世之后啊 连张用来祭奠的照片都找不到 于是呢 杨欣萌生了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 给老人免费拍照的想法 并且呢 把这个活动取名为老有所欲 小羊一进村啊 很多老人家就喊来了亲朋好友 有的老人行动不便 坐着推车也来照相了 拍摄的时候呢 很多老人觉得自己没有牙了 不愿意张嘴 就算是笑啊 也会用嘴来包住牙齿 你知道我小羊特别有办法 他就会给老人先拍一张 抿嘴的严肃的照片 然后呢再拍一张微笑的照片 对比之下呢 老人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后者 在杨欣的镜头当中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好多老人家笑得特别开心 为了让照片的成像效果更好 保存的时间更长 杨欣呢会专门去西安的激光冲洗 每次其中发放照片的时候呢 老人们在照片墙 还来了个比美大赛 看谁笑得更好看 看谁拍得更精神 很多老人呢拿到照片说啊 是我这辈子拍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这温馨又幸福的一幕 让小杨觉得 哎呀吃多少苦啊 受多少累啊都值得了 善良又暖心的小杨说啊 在能力范围之内呢 让老人们少一些遗憾 在他们的笑容里收获幸福感 就是他相机里最珍贵的记忆 是啊收听一下 我们新闻继续 说最近啊 在福建福清的一位市民 一不小心呢 就把这个装钱的袋子给弄丢了 损失了十万块钱 好在呢热心的保健员 保安室及时找回 完毕归照 据施主魏女士介绍 4月15号下午 她店里的员工 勿将装有十万元现金的袋子 当做垃圾丢掉了 因为丢失的时间较久 魏女士色下寻找 没有结果 只能抱着一线希望 找到店面所在小区物业求助 从物业内里得知 这批垃圾还没有运往垃圾焚烧站 负责该片区卫生 已经结束当天工作的小区保健员 蔡李文从家中赶到小区 带着魏女士和小区保安 一同打开垃圾分内屋 寻找丢失的现金 第一桶倒下来找 没有找到 第二桶又倒下来 又没有找到 后来那个保安 这个保安也慢慢涨 这手慢慢慢慢花 经过一番努力 大家终于在一堆垃圾中 找到了这十万元现金 很开心 受负责的东西 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 说得下 说惊险 4月19号 在重庆城口县卫星村 有一个三岁的女孩 在家门口 差点被野猴子给拖走了 这猴有多嚣张呢 咱们来看看监控视频啊 这孩子呢本来是在家门口玩这个滑板车 这只野猴呢 悄悄从背后靠近 然后一下子跳到女孩背上 将女孩拽倒在地 抓住女孩的衣领啊 把孩子拖走 这女孩在地上是声声被拖出去 失禁迷运 对我们通过这个画面看得到哈 整个拖拽的过程不到十秒钟 好在当时附近的邻居听到喊声 及时发现了 追上前去就把这个野猴子给赶走了 把女孩给救了下来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一个猴子笑了 就保住着了 我就马上我就过去 把猴子那里女孩吵过来了 当时的主玩法嘛 我就当时就听到他挖的虎啊 那个对面那个 他说猴子不要挖住就跑了 一出来我就吓一吓到了 全靠这位好甜点大哥 把我家都抢了回来 在猴子手上 非常感谢这位大哥 因为我的孩子吧 都是三十多斤了 他有点 可能有点费劲吧 看大年被抓伤了 这视频看着多么的惊险啊 女孩妈妈刘女士表示呢 这只野猴呢 站起来基本上和他女儿差不多高 好在孩子呢 除了左耳边呢 是被轻微抓伤 暂无大碍 目前的孩子已经注射了狂犬疫苗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 一岁多的孩子身上 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拖跑了 刘女士说 村里之前就发生过猴子 打老人的事情 那这次孩子险些被抓走 他真的第一时间 就把这个情况呢 也是反映给了当地的村委 和林业部门 昨天呢 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 回应称啊 这只猴子呢 之前就多次进村 不过呢 当时大多限于盗窃食物 抓小孩 这还是第一次 野猴呢 平时是在山上 偶尔呢 会下山到居民区 但是他们一般也 不敢靠近成年人 但是呢 看到老人和小孩 可能会攻击 没错 而且工作人员还说 去年的这个时候 确实就曾经有过野猴下山 抓伤了老人 包括抢夺庄稼 这样的事情 那这一次 抓走女孩的这个猴子 跟去年伤老人的猴子 很有可能是同一批 事情发生之后呢 当地的警方和林业部门 等相关部门已经介入 但是目前猴子还没有抓到 他们的准备抓到之后 送交野生动物 保护相关的部门管理 并且放归山林 目前呢 当地的林业局工作人员 正在加强巡逻和提醒 对当地居民 做一些安全防护的宣传工作 是的 那放归山林之后 会不会再回来呢 其实这个还真不好说啊 世界各地呢 猴子都不太好对付 作为人类的亲戚啊 他们时常表现 非常的凶恶 不管是景区 还是普通村野 猴子伤人事件 屡有发生 那怎么能保护动物的同时 也保护好自己 这事儿大家还真得好好琢磨一下 是的 新闻大小评 万千世界 我来评 咱们呢先把目光转向 广东中山的一家猫咖 快打样的时候呢 店主黄女士看到了好笑的一幕啊 这猫咪们啊 正围坐在门口等待下班回猫宿舍 全都在等下班 大哥们 还有一桌客人还没走啊 猫咖里面一只猫都没有 看到准备下班了嘛 还有客人在 然后我一出门 发现猫都全都不见了 然后全部堆在门口了 你就等下班 那客人身上就只有一只猫 他们就也不好意思不走了 走三十多只 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这样 猫猫们都是有工资的 猫粮罐头一个不少 我们这边管吃管住包分配 咱们别说啊 这猫的待遇正经不错啊 刚才说了啊 这些猫还是有工资的 管吃管住还包分配 要求这工作呢 现在也不好找啊 可是呢 待遇再好也没有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猫对自由的向往 不管是打工人还是打工猫啊 都希望准时下班 各位老板啊 大家心里都有点数啊 咱们呢 看完可爱的猫猫 再来看看神奇的白菜 能跳蒙古舞的白菜 近日呢 云南昆明的一男子 厉害了 让白菜跳起蒙古舞 这舞姿势洒脱豪迈 韵味十足啊 制作者赵先生说呢 首先呢要有一个圆形 然后再分解跳舞的动作 然后再分解跳舞的动作 再用菜叶式一针一针的摆出来 正常情况之下呢 一秒是要分解出24个动作 那么制作一段视频呢 需要两天的时间 而且最困难的地方呢 在于细节上的处理 跳蒙古舞啊 是要抓住摇摆啊 抖尖这些经典动作的特点 要不断的思考 怎样让舞姿更和谐 其实说真的呀 这舞姿呢 真的是让我惊艳 只要静下心来 肯琢磨就连白菜也能活起来 偏偏气舞 跟你点赞 说近日 在2021至2022赛季欧罗巴联赛 四分之一决赛 次回合的一场重投席中 七甲豪门巴萨 在主场诺坎普球场 不敌德甲球队法兰克福 最终以总比分3比4遭到淘汰 同时巴萨作为主场 而比赛看台上 到处都是法兰克福球迷 让巴萨球员和球迷相当不满 对此巴萨俱乐部19号表示 将调整售票系统 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说南非东部夸祖卢纳塔尔省 近日遭遇有史以来 受灾最严重的洪灾 4000多座房屋被完全摧毁 600多所学校遭到破坏 超过4万人流离失所 当地时间19号 搜救人员在德班地区 又发现5具遇难者尸体 截至目前 洪水已经造成448人死亡 40多人失踪 目前军方已经派出 1万名士兵投入搜救和重建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18号晚间宣布 南非全国进入灾难状态 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在正常情况下 非洲早在一个月前 就应该进入雨季 而今年人们期待已久的 降雨没有出现 肯尼亚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地 本已严重的干旱进一步恶化 预计今年有2000万人 面临飙恶风险 专家表示 受气候变化影响 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 和强度将持续增加 说巴西礼约狂欢节 最大的狂欢节之一 受疫情影响 通常在2月开始的 巴西礼约狂欢节 今年被推迟到4月举行 与往年不同 今年的狂欢节 是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首次举办 礼约热内卢的桑巴五学校 也拿出了加倍的热情 来筹备这次活动 我叫赵大鹏 参加工作30多年了 现在担任 医治林药业的厂长 简直不熟记 老年人有问题了不说 怕麻烦人 比如说便秘的老人 不光遭罪 还容易引起别的 郁芝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成功研发出了 专门用于通便的产品 便通 05年还获得了 国家发明专利 在一千多种水果蔬菜里选 找有通便功能的 还得温和 每天都有反黑心 特别感动 也很欣慰 便通牌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便通 通便专用 就是便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便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无中国书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化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滑 保养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便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便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便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九块九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九块九 体验十二天便通 通便专用 就是便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便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无中国书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滑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滑 保养 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便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便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便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九块九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九块九 体验十二天便通 通便专用 就是便通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哦 哦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啊 请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症 输筋剑雕丸 望州白云山 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了一下 说蹊跷 最近呢 在浙江宁波余瑶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两辆轿车呀 在路口发生了碰撞之后 这事故一方的白色轿车呢 选择了逃逸 黑车驾驶员下车 追出了一段路之后 也神秘失踪了 事发当晚 一辆黑色轿车 与白色轿车 发生碰撞后 失控撞向了 停在某棋牌室门口的几辆车 并造成了该棋牌室的墙面 与装饰盆景部分受损 在接到报警后 交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当时已经有一辆车 已经开掉了 自己已经逃走了 其中有在现场的一个驾驶员 我问他情况的时候 他也是具体情况 也讲不明白 陈某的反常表现 立刻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很快通过调取 事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后 发现黑车上的驾驶员 并不是陈某 在证据面前 陈某承认了顶报的事实 随后交警通过进一步调查 找到了现场逃逸的白色轿车驾驶人王某 王某和周某随后来到了低唐交警中队接受处理 双方对于各自肇事逃逸和顶包违法事实 供认不认不认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两 哎 刘婶呢 他呀 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 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他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 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据为同点查计 灰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 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治 对 得早点治 灰指甲 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大家好 我是相声小品演员 作家王振华 您平时啊 都是在春晚上看到我 今天我来做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中老年人啊 推荐不好 春季正是补安堂 补钙的黄金期 在市场上随便一款安堂 一个月都得三四百 本当快乐团拼 我给老铁带来的是 大厂家生产的安堂软骨素钙 可以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 护关节增加骨密度 原价一盒是一百二十五 现在只要二十九元一盒 除了这个超低的价格 我还为老铁争取到了买三盒 安堂软骨素钙 也就是一个月用量额外 还送您价值 两百一十八元的安堂霜一支 这个安堂霜就是外用安堂 对疼痛腹胃可以外用涂抹 透皮一吸收 配合内服安堂这个黄金组合 可以说是内外霜补 好用一吸收 这么算下来 一个月八十七元 每天两块九毛钱 安堂加安堂霜全解决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个安堂软骨素钙 每一百颗 涵盖高达十二颗 更有六种骨元素全面修复 再加外用透皮一吸收的安堂霜 这么多东西 一个月也得五百九十三元 现在您只需八十七块钱 就能解决一个月的量 每天只需两块九毛钱 就能给自己给爸妈 一个说走就走的股健康 每天两块九毛钱 安堂加安堂霜全解决 只限三百个名额 正在奏降 赶快拨打团体乐线 跟着我一起团 人生啊就像一场变脸 洗肚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痛啊 请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着输筋剑腰丸 望州白云山陈礼记 亦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 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亦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带大家去看一段神奇的视频 都说花朵盛开的瞬间超级治愈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岩石摄影 带大家看二十种花的绽放瞬间 风信紫兰花丹 睡莲等等 愿你不复春光 另外呢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孔旺山景区那一株八百三十四岁的糯米茶古树绽放新花美不胜收 各位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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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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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